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主席林鄧欣松 今天是小年夜 明天就要過年了 所以先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 也真的是很希望 大家可以身體健康 不過自己的國家 自己就 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健康 自己要照顧 今天有話說要談兩個 跟所有臺灣民眾的健康 都有關聯的 第一個在二月八號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部長鄧正宗 到美國去 其實主要是在洽談 包括TPP 也就是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臺灣非常在意 由歐巴馬主要來推動的 這個所謂的跨國的 這個所謂的關稅貿易協定的 這樣子一個重要關係 可是二月八號 經濟部長到美國去 二月十五號 他回來臺灣 隔了一天 二月十六號 也就是昨天 他就預告 臺灣將要開放六項 美國牛肉的 所謂的牛雜稅進口 之前大家在談所謂的狂牛病的 這個疑慮的時候 大家說不管是帶骨 或是內臟或其他這些所謂的高 風險部位 絕對不能開放 可是現在最快的話 在三月就要開放六項雜稅 這個是一個美國牛 所謂的狂牛風險疑慮的問題 第二個 這個義美的總經理高志明 他痛批政府說 全世界找不到這樣一個國家 說政府帶頭要去衝基改產業 基因改造 在這幾年來是非常的流行 其實大家應該多少都吃到 基改的這些食品 可是基改的風險疑慮 大家是非常的在意 政府真的要帶頭衝基改嗎 今天我們來談談開放美牛 以及政府的整個基改產業政策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並且非常感謝他們在小年夜來參加 有話好說 首先歡迎是臺大職業醫學 公衛所的教授 他同時也是臺灣風險分析學會的會長 吳坤裕 吳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特別感謝是臺大 生化科技系的教授 同時也是衛生署基改委員會的召集人 潘子民 潘教授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主婦聯盟的秘書長賴小芬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的醫藥記者洪素卿 信聰好 大家好 洪素卿 還沒過年 你變年輕又變漂亮 不過先來看看 美牛要開放六項雜碎 這個是叫做會使得國民的整個健康 風險大增 還是大家不用環路 安全無語 來看看 正義多時的美牛 二零零九二零一零年 曾爆發狂牛症與瘦肉精事件 當時醫師管法規定 十年內發生過狂牛症地區牛脂 包括頭 骨 腦 眼 脊髓 腳肉及內障等六大風險部位 不得進口 但美牛多次闖關成功 二零九年開放七項 二零一四年再開放四項 如今政府計畫開放第三波美牛 經濟部研究將牛食道雞 頭骨肉 血管 面頰肉 骨髓及牛油等六項進行開放 而衛福部竟然背書說 這些品項都不屬於內障 屬於開放的品項範圍內 今天報紙上提到這六個品項 也不是屬於這個特定的風險物質 所以在安全上是無語的 它可以輸入 衛福部說會加強查驗牛脂來源 但醫師跳出來反駁 說計畫開放這六樣品項 比其他部位更容易殘留重金屬 尤其瘦肉精 有高血壓病死的民眾不建議使用 這六個部位啊 它是介於牛肉跟內臟器官之間 其實我們可以統稱為軟組織 像食道啊 血管啊 或骨髓 其實這部位的話 我們那個什麼狂牛症的那個異常蛋白 都很容易累積在這些部位 所以你不能保證它是安全的 為了爭取加入TPT的機會 卻把開放美牛當籌碼 外界痛批犧牲民眾健康 換來經濟成長 衛免代價也太大了吧 我們先很快來看看到底 要開放什麼東西 首先頭骨肉 脆胚肉 那叫鬆板 愛吃的人 很喜歡這個部位 食道肌 骨髓 骨髓 血管 有人講說這個血管只是為了方便 不然你要把那個筋 血管剃掉是很麻煩的 血管要開放 還有呢 可能是在腸附近的這個牛油 牛脂 這六項 都要開放 那當然這些都是要三十月 零以下健康的牛脂 所以比較大隻 比較老的牛 就算他們的這些 不管是所謂的這六項雜碎 或是什麼帶骨的 都不能開放 那之前呢 沒帶骨的牛肉已經開放了 再後來呢 帶骨的牛肉也開放了 那現在內臟的部分還沒開放 可是這六項雜碎到底算不算 內臟呢 政府說這不算 那人家說 這不管你算不算內臟 到底有沒有風險 所以先請教一下吳老師 到底有沒有風險 會這麼多 風險一定是有嘛 是高跟低 那在兩千零九年開放的帶骨牛肉 是我兩千零七年第一 開始執行的評估 當時我在國家衛生研究院任職 那那時候他們的議長 叫我去做這個風險評估的工作 那當時在兩千零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四號 我們的搭計去美國 看這些屠宰場 那在這裡就是說以風險來看的話 我們估算出來的風險是蠻低的 嫌疑這麼多 就是說因為美國 可能兩千零二年發生第一次 小股的變一萬 以後到最近可能累積起來 差不多五千八百五 但是美國每一年 有一千萬 這些五的產品出來 所以你累積起來 到一頓可能一億多隻 就差不多三千萬吃的 正常的牛 大家可以吃的 但是這時候才五千而已 所以我們想說 你如果要吃到變牛的組織 還是說吃到這裡的 有害物質的機會並不太大 你看五除以一億三千萬 那吳老師叫你這個公反 那內臟也都可以吃了 就是那個風險就是差不多了 這個就是說 我覺得很可惜的 就是說 台灣如果要成為一個國家 要跟 要做很好的科學的決策 或是科學進行的決策 但這個過程中 一定要做好風險評估 風險管理跟風險溝通 那從兩千零九年民眾對這件事情 狂牛症風險 民眾很想關切 但是從兩千零九年開放以後 到現在 政府有沒有做妥善的溝通 跟民眾說明 這個狂牛症的議題 一個是所謂的政策溝通的問題 可是一個是專業的風險評估的問題 那我請教吳老師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其實之前民眾 其實經過這幾次風暴 大家的整個所謂的觀念都已經有了 所謂的不帶骨的牛肉呢 風險是最低的 對 對 帶骨呢 因為所謂的狂牛病的 這個所謂的那個 很重要的東西呢 會殘存在骨頭 脊髓 或是其他的這些 所謂的內臟器官裡面 所以不帶骨的肉呢 是最開放 安全無語的 再來就是帶骨的 那之所以到現在呢 我們都不開放內臟 脊髓 或是頭骨這些地方 可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要開放 所謂的頭骨肉 麵頰肉 食道雞 等六項所謂的雜碎 這真的是風險上 我們是可以接受嗎 這個接不接受跟風險高低 沒有關係 就是說以我做風險評估來講 其實我的方法 我那時候兩千零九 零七年 開始做的時候 我們發現國際上 沒有很好的評估方法 那我們自己建的一個方法 建一個統計的數學模式 統計跟數學的模式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兩千零十一年 十三年也發表在國際風險分析學會的官方期刊 方法已經發表 那在這裡就是 我們事實上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這個模式還用英國的數據來驗證 驗證完以後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是做很高規風險的假設 譬如說肉到目前正常的牛或是病牛 可能都量不到這種致病的異常 不一樣的蛋白 是 但是我們在評估的時候 我們假設是有的 OK 骨頭呢 我們假設他會累積在骨髓 會存在骨髓裡頭 骨髓跟血液的濃度 應該假設他是一樣 那那個時候我們從文獻上去看 就是在做老鼠的實驗的時候 當餵高劑量的老鼠 這種異常的preum的時候 在血液中是可以量到異常的preum 所以我們假在那個時候 大概十萬分之一 就量到的比例 大概血液中跟腦的比值 大概十萬分之一 所以我們在做評估的時候 我們在做帶骨牛肉的時候 我們的骨髓也是假設 它存在有十萬分之一 雖然測不到 是 目前測不到 那肉的話 我們假設 因為都測不到 所以我們假設方法的政策極限 是千萬分之一 所以我們在做評估的時候 我們都假設是有的 即使正常的牛 我們是假設是有 那我們同時也假設在屠宰過程 雖然這些特定風險物質 就是SRM 這些腦 脊髓 非常末端 扁桃腺等 這可能會 目前國際上 可能量出來 會有異帶異常的致病原 的PRE-ARM 的時候 我們都這些在屠宰過程 基本上是移除 但是我們的假設 他在屠宰過程 我們假設最嚴苛 最不幸的條件下 所謂的肉的部分呢 我們得到狂牛病的機率 是十萬分之一 不是不是 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存在這個 可能存在的 致病原 存在致病的 這個PRE-ARM 是腦的十萬分之一 是血液 可是我們這一次開放 也開放骨髓 那我可以說這個機率呢 是已經從所謂的十萬分 千萬分之一 上升到十萬分之一 對對 那但是你要想一下 就是說美國有多少頭病牛 美國有多少頭病牛 所以這樣算起來 你吃到的機率是相當低的 我們假設我們跟美國人一樣 吃到的機率 那主部聯盟可以接受這樣的說法 我們當然是不太能接受 不過我覺得這次事件 我比較想要去針對 我們的政府的態度 就是說他去年 他早就知道要 要去審查 這些項目嘛 然後八月 去年八月就開這些 風險評估的什麼什麼會議 那我們一直到前幾天才有機會 從立委那邊看到那個會議紀錄 你看到那個審查委員都是周圈圈 賴叉叉 不改名字上面 然後會議紀錄的內容 就是政府的前提 就是要開放 那你看到那個所有的資訊 是不公開的 不願意跟消費者 或是跟團體 跟大家做好的溝通 那我覺得如果他那個風險的溝通 可以做得好 或許我們可以重新再去想想看 我們怎麼看待這件事 可是這好像都突然丟了一個炸彈 在過年前 然後告訴我們說 專家說了 趁大家在買年菜的時候 對沒問題 然後過年 過個年假就開放了 那我們會覺得這個 這個我們生活中怎麼選擇 這是我們生活民主 他怎麼可以這樣對待 不過一個是溝通 當然 吳坤玉 吳老師也說 認為溝通是大有問題 風險 也許他做很好的溝通之後 你就能接受嗎 我覺得風險這件事情 要回到每個人 怎麼去看待他對飲食健康 這件事情 我們我們在做教育的時候 我們會跟我們的學員或消費者 真的去討論 你怎麼去看待風險 他的確有一些人是不在意的 那主婦聯盟的立場 我們一定是在意 我們覺得 打死反對 在國際談判的遊戲規則上面 永遠就不考慮我們的飲食習慣 是 然後強迫我們要接受 最後變成消費者要自救 就是不吃不買 然後要求標示要非常清楚 例如說這樣的牛 這樣的內臟進來 牛雜進來 他他其實可能會做罐頭 他可能會去夾到漢堡肉 那他的標示 怎麼辦法標到那麼清楚 這是美國的牛雜 所以蘇星這就是兩個問題 一個是溝通 那溝通當然是 因為至少是這幾天 大家才說 怎麼突然又要開放六項 所謂的牛雜稅 政府跟我講說 這個雜稅不叫內臟 所以安全無語 那接下來就是專業的評估 可是我們來看看 大家怎麼看所謂的 要開放六項雜稅的 這事情 經濟部說呢 這不是內臟 大家不用怕 所以不受實管法禁止 進口的這個範圍 那美國在一三年的時候呢 被OIE認定說 這狂牛病呢 這個風險 已經是可以忽略了 所以這個美國呢 已經是風險降低 特別是指狂牛病 這件事的一個國家 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他說沒問題啦 可是美牛太營養 不過他講的是另外一件事 他是怕會吃變胖 或是經濟梗塞 這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吃所有的肉 可能都會有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 其他反對的一些意見 之前蕭基會 被委任的醫師呢 蘇偉碩他說呢 雖然不是主要的內臟 可是呢 這六項雜碎 都是接著內臟的卵組織 依然有風險 特別是這個 已經被日本研究 證實有狂牛症的病原 高雄長庚醫院的副院長呢 陳順勝 他說呢 美國那時候用空氣刀 在屠宰三十月齡以下的牛的時候呢 這個牛腦的組織 是會噴出來污染到其他的肉 特別是麵頰肉 頭骨肉 這次要開放的六項之一 都屬於易感染高風險的部位 劉培博前處委所的所長呢 他說呢 牛雜碎 很可能拿來做漢堡肉 都嘎嘎做一次 你也知道你吃到什麼東西 我想問的是說 就整個公衛政策的溝通 說服跟專業的風險評估上 你怎麼樣看待這樣的政策 先說政策溝通的部分 政府的政策溝通 一直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說他老是讓民眾覺得 你在告訴我的時候 不是在跟我溝通 像我爸爸在跟我講說 我已經告訴你要怎麼做 最後通常是結論告訴民眾 而沒有前面的過程 比如說剛剛講說 因為這六項 其實不是使館法裡面 所稱的內臟 所以他們直接的公布的方法 是公布貨號列號 就是說未來這些東西進口 是這些稅則編號 所以我不是新增什麼什麼 我只是新增了一個稅則編號 他們以後用這個號碼報關 他這件事告訴我們什麼 他就說他不是內臟 其實第一波有內臟的真意 我覺得最好笑是上一波的時候 他們在講說 那牛搞完牛鞭呢 到底算內臟了 有人說他算是漏在外面的內臟 我們對於內臟定義 為什麼說內臟的風險 並不是因為他在哪個位置 而是因為他可能一些特殊的連結 或特殊存在的風險意義 所以一樣的 你要告訴我說這些 因為一般都說他不是內臟 所以他應該不叫內臟 可是剛才就像主婦聯盟提到 這些東西 我相信多數國家 其實根本也不吃 那所以有時候 可能是特殊的習慣 或特殊的產業需求 他用這個東西 那你有沒有考慮到說 這種吃法 他有沒有可能其他的問題存在 否則老實說 大家如果相信政府 照道理就是個人選擇而已 因為我們美牛 這麼多年來 已經有一個政策叫什麼 什麼三管無卡 很清楚嘛 如果我在外面有管 我進入裡面還有卡 而且重點來講 我還有標示 所以民眾你只要自己選擇 我不吃美國牛 照道理你就沒有風險 我選美國牛 我就選他有一定程度 不是零風險 為什麼 因為如果美牛零風險 他就可以去 紐西蘭可以去澳洲 是不是 但他不是完全沒有風險的國家 是可忽略風險 是不是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說 我自己吃 做我自己的選擇 可是民眾為什麼對這件事情在意 是政府做這麼多事情以來 我看到標示的美牛 他真的有能力實際去積合到說 這個標 現在你去看 百分之九十都是紐西蘭 或澳洲牛 很奧妙 就這樣的情況下 標的是不是真的 政府有沒有能力積合 我民眾本來應該有自我選擇權 但是因為你沒有辦法保障 這個資訊是正確性 我選擇權就沒有了 第二你溝通的時候 變成是你都是以結論當溝通 這樣的方法 我不能接受 第三個是說風險 風險 老實說這計算太難了 因為老實說老師剛才這樣講 我相信很多工作 觀眾根本聽不懂 那答案就是沒有一個東西 風險是零 這個風險經過精算之後 沒有那個特定高風險物質的地方 照道理這些看起來都不像是有 但是就像陳醫生 陳醫副院長講 他們在講說 有沒有可能污染 那污染的原因在於什麼 就老師他們為什麼要去看 這個屠宰場 因為看屠宰場的重點 就是要知道這個屠宰場的管理 是不是好到第一個 他不同 那個 是不是我這個這個場 真的只殺三十月零以下 還是我這一條殺三十月零 像臺灣的GMP廠 這條是GMP 這條不是GMP 就是他要看他現場 是不是真的有那個規格 第二 比如說會污染 就實際看 老實說他如果會污染 不會只有在他隔壁的 因為他整條生產線 就不夠格了 他不會只有那裡污染到 所以 但是民眾也擔心 就是他們去看廠的時候 我們看廠是挑人家看好的廠 這不是 當時為什麼一直質疑說 奇怪 那應該去突擊檢查 可是不是啊 覺得都先通的說 我們去看哪一間 你臺灣就不知道 突擊啊 你去美國 你去看廠 沒辦法 突擊 你流流了 所以現在民眾擔心的是 你甚至告訴我 照你的劇本來寫安全 因為我可以自己選 第一 最安全 就是我自己可以選 我不要吃就好了 照你的劇本來講 第二個安全是 我在外面有個看廠 然後他有相對的 這個規定都有 照到你這個完全做得到的話 我大家就自己選的風險 如果照劇本 我們就沒有黑心油了 這就是沒有 所以民眾才會在意 不然大家都說民眾很籮茫 問題就是因為你做不到 民眾只好籮茫 小芬現在講起來其實有一點悲哀 就是說我們大概這個節目 也只能進到所謂的告知的 這個所謂的責任 換句話說過完年之後 這個還是一樣開放 我覺得是擋不住的 就不過像那天 我們在跟農委會 在立法院溝通 他們也說 他們也承認像美國 很多是國外的墨西哥的移工 去做那些屠宰工作 他們到底可不可以落實 就是剛剛說的三十月零或什麼 其實我們不知道 所以又聽到內部人這樣講 我們更是覺得 那最後最無奈的就是我們要告訴消費者 你的飲食習慣要改變 不然就是你要你要選擇 不要選牛 美國牛 那我們只能盡量用一種 希望他們資訊開放 你如果要跟民眾溝通 你就是要誠誠懇懇的 然後那不要去假設說 我們這些主婦 我們都看不懂 不要這樣子說我們禮盲 因為本來這就是我們的選擇權 我們自己會去掌握 我們自己的食安的風險 不過因為這個六項美牛的雜稅 要開放 其實在二月十二號 也就是上個禮拜 經濟部國貿局 在他們的官網上已經預告 對 那這一次本來是說 預告只要一個禮拜 但是經濟部也覺得說 這個好像有一點爭議 所以預告是要一個月 對 換句話說 最快就是三月 過完年之後 很快就要開放這六項雜稅 這個是一個臺灣很重要的 有關美國牛肉開放的一個 比較新的一個政策